生命的脆弱总是让人心痛又无力 高伟祥在录制浙江卫视节目《追我吧师》 因为休克被紧急送往医院 网友都在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平安 但是最终不随人愿 这个设计的演员还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网友首先讨伐的就是节目组 在深夜录制节目还进行各种高危高强度的游戏环节 人正常的生物中本就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 如此颠倒的作息实在是透支嘉宾的生命 至于节目组官方会做出什么回应 我们只能被动等待 高伟祥去世的消息首次悲痛的是粉丝的心 但其实真正要崩溃的是高伟祥的家人 高伟祥从小在加拿大长大 家中有三兄弟父亲和孩子们的关系很好 也是家中的一个老小孩 高伟祥对父亲是很敬重的 他还称自己的偶像就是爸爸 在父亲节也会晒出童年照来祝父亲节日快乐 高伟祥的妈妈也是一个大美人 每年母亲节高伟祥也会一世同仁为妈妈送上祝福 长大了高伟祥也会在工作之余带着爸爸妈妈到处旅行 在和爸爸的写真中能看出爸爸年轻时也相当帅气 高伟祥在家中是老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二哥高伟祥和弟弟一样也是个艺人 高伟祥最先被大众熟知是因为康熙来了 当时高伟祥已经是个模特 俊朗的外形和高伟祥非常相似 外界会拿两兄弟进行比较 但是高伟祥并不在意弟弟比自己名气大 这一种不建议绝对是客套 随着年纪的增长 高伟祥和弟弟高伟祥越来越像 两人简直可以用双胞胎来形容 最近高伟祥的新剧《彩虹的重力》在热播 哥哥高伟祥还进行了友情客串 兄弟俩同框如果不仔细辨认 还真分不清谁是谁 但是高伟祥愿意献身来支持弟弟 这主意看出兄弟俩的感情是真的很好 二哥和高伟祥一样有孝心 会带着爸爸出去玩 和妈妈一起出海 一家人起了荣荣 当一家人都有空的时候 他们还会进行大聚会 邀上朋友一起去海边善心 如此和睦的场面看着就很令人开心 可是这一切都因为高伟祥的突然离开 而变得不一样了 高爸爸高妈妈要白发人松黑发人 原本健健康康的儿子 现在突然就永远离开了 小八不知道要怎么去想象他们的苦难 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主要面对弟弟的去世 这种打击也是难以形容的 希望高伟祥的家人都能够挺住 也愿适者安息 11月27日上午有新闻发布消息称 高伟祥在宁波录制节目时赐死 在消息内客户端表示证实高伟祥抢秀无效去世 此前宣传的朋友圈消息无一并曝光 从求求你出去玩吧 拜托你 G710月27日凌晨 某知名娱乐大号爆料 称高伟祥录制节目出现意外 并附上了相关的现场图 据知情人士爆料 高伟祥于凌晨1点45分 在进行跑步项目时晕倒 现场医务人员做了10分钟的心肺复苏 在抢救期间 高伟祥的心脏还停止了3分钟 待高伟祥心跳恢复了之后 大概2点半左右才被送往医院 前前后后抢救了半个小时左右 知情人士还透露该节目强度很大 碧文君曾跑吐过 范从头跑吐过两次 李志宁还被扛上救护车西洋 一般节目要录制到凌晨4-5点才收工 但说称 李志宁这次没有体验很多刺激项目 只是进行了最简单的跑步项目 可能是自己身体状态不怎么好 高伟祥晕倒于事后被曝光 迅速登顶热搜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同时也有很多人进行祈祷 希望高伟祥没事 在早上7年多时 有网友爆料称 人没事正在休息 至于高伟祥到底是如何 只能等待消息 很多人对高伟祥并不是太了解 他大学毕业后 高伟祥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平面模特 拍摄了多部广告作品和杂志写真 在2006年 高伟祥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 爱情魔法师正式进入演艺圈 童年主演偶像剧 天堂来的孩子 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自此高伟祥的事业稳度上升 几乎每年都有作品播出 高伟祥凭借着他帅气的脸庞和性感的身材 连续四年入选了全球百大最帅面孔排行 在2010年 他获得了时尚 先生盛典 年度港台风尚 男艺人角 尽管高伟祥每年的工作安排的很满 但是从小就喜欢打篮球和划船的他 还是会抽出时间去健身运动 因此高伟祥的身材一直都很健壮 身体也很不错 如今在现场晕倒于是确实让人觉得意外 不过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晕倒的事件并非独立 早前张一新在录制综艺节目期限挑战时就突然晕倒 张一新刚跟导演说自己不舒服准备去厕所 没想到就突然晕倒吓坏了众人 最后还是黄泊背着张一新去休息了 著名主持人汪涵也曾被抱在录节目冲突流了鼻血 照片中的汪涵脸色惨排看起来很不舒服 据希望他是因为工作强度太大休息不够导致身体不顺 张杰在录制热门综艺王牌对王牌时 在进行玻璃管吹乒乓球这个环节 张杰因为缺氧引导脸直接砸向身后的凳子引发网友热议 除了工作强度大导致艺人引导以外 在综艺节目中录制还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 爸爸去拿第二季录制时吴振宇的儿子被蔓延外受伤了 眼角流血不止最后经过包扎缝额还是留下了伤疤 因此身为老爸的吴振宇非常自责和心疼 据知情人士爆料节目组也没有证却解决问题 为此吴振宇在后来采访中被问到这件事的情形的时候 气得他直接把话筒给摔了 李晨在录制奔跑巴时也曾因为游戏导致右手无明指骨折 为了不影响节目还是李晨自己去医院包扎的 在录制时还是希望艺人能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至于知情人士透露 高颖翔昏倒时心脏停了三分钟 经过心肺复出15分钟之后 昨天恢复正常 可是最后抢劫无效离开人世 有多家媒体一直在争取获得联系方式 无论是节目组还是经纪人统统没有接听电话 现场观众表示高颖翔昏倒时 其经纪人崩溃大哭 并且已经说不出话来 据悉高颖翔还曾被预约参加篮球明星毛家恩的婚礼 并且担任首席伴郎职位 事件发生后 可能这次婚礼也会受到一定量的波折 目前高颖翔相关的网页均已经变成了黑白色 看来此消息是真实无误的了 而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肯定就是节目组 主办方浙江卫视了 但是也有人否定了大众对于节目组录制强度太大问题 因为高颖翔参加的节目属于跑步环节 他并没有跑完全程就倒在了地上 但陈伟霆与李小鹏跑完全程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在高颖翔被送去医院后 陈伟霆黄锦鱼还摆出了祈祷的手势 看来当时情况真的非常严重 其实之前该制度也出现各种问题 有嘉宾在参加活动之前吃了很多东西 在激烈运动下发生呕吐状况 从事也有人在奔跑的过程中发生缺氧 壁骨抽筋等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嘉宾并没有听起运动顾问的意见 没有进行运动前拉伸 并且在开外前吃了很多的东西 此时就有人开始质疑国内艺人的健康问题 很多明星肯定不在平时锻炼发生此类状况 虽然明星本人存在一定的原因 但是也有一部分原因归于浙江为此所有 因为高颖翔拍摄的画面是你追我感环节 由于高颖翔没有节目中速人跑得快 所以他只能拼命的跑 这一种跑步方法肯定是错误的 要快只能怪节目组没有提前告知艺人要参加激烈运动 需要提前预知一部分时间进行锻炼 否则身体肯定撑不住 不管是不是浙江卫视的责任 舆论已经开始质疑浙江卫视了 所以这一次负责人与经纪人肯定是要背锅的 浙江卫视是浙江广播电视台集团的总和卫星电视频道 其查查数据显示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于2019年8月12日 连增5条被执行人记录 执行法院为杭州互联网法院 而这一事件发生很可能导致该公司集体大换税 一部分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看过高颖翔出演的电影吗 这么帅的一个演员发生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满心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